这是格林世界里最猖狂的怪物 他们仗着自己的韦森形态 光明正大的在银行抢钱 不仅如此 就连经理藏在抽屉里的私房钱 都被他们抢了 现场的人不知道韦森的自在 都以为是戴着面具的紫色 而这一切 也被身为狼人的阿狼看在眼里 看着几个韦森献出真面目作儿 演过月狱里的精神病阿狼 都不禁感叹到几人的聪明才智 竟然会想到用韦森原型捞钱 还有狂狂 还有狂人吗 而劫匪们跑出银行后 来到提前藏车的地底 他们坐上车纷纷恢复人羊 后座的狼人秦宇 还沉浸在刺激的行动中 感叹自己实在太聪明了 其他伟森肯定没想到这种赚钱路逐 可他们并不知道 自己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很快 警局接到报警 阿强两人迅速赶到银行 根据现场的目击者描述 三名劫匪都戴着逼真的动物面具 就在阿强询问细节时 正好看到阿狼也在现场 他告诉阿强 这次事件的严重性超乎想象 因为三个抢劫犯都是用伟森原刑作案 而且还被普通人看到 这触犯了格林世界里的伟森法典 规则一旦打破 这就不是警察能够解决的事情 为了了解清楚 他们来到房车里翻古书 阿狼很快就在里面查到了资料 伟森法典建立于16世纪 是所有伟森族群代表 为了让伟森各族融入人类社会的规则 其中也有格林的参与 他们建立了伟森委员会 负责监督和处决违反者 而里面最重要的一条规定 就是伟森不能以原刑示人 如果伟森献出原刑只为占人类的便宜 那么所有伟森都会陷入危险境 听完这些 阿强陷入了沉思 身为格林的他身之劫匪的身子 但作为警察一切只能讲证 虽然有阿狼作为目击者 可劫匪都是伟森形态 现场也没有指纹 如何找到他们却成了问题 阿狼这时想到了一个笨蛋 就是这起案件被电视曝光了 那么所有伟森们肯定都看到 埃哥问一定能问出线索 毕竟他们也不想被牵连 于是几人分开行动 阿强回到警局 观看银行监控 分析劫匪们的逃跑路线 这时 阿狼打来电话 他说查到了一家伟森爱去的酒吧 去里面喝酒的伟森背景都不干净 他觉得里面或许有线索 阿强听完 立马前往酒吧地址和他会议 几人碰头后 因为这个酒吧只接待伟森 这次行动只能让阿狼出马 他们约定十分钟 如果不见阿狼出来 两人就会跟上 于是 阿狼下车来到酒吧门口 给保安亮明身份后 顺利进入酒吧 现在只要在评论区输入哪过 就会弹出一段短心的话 快看看你的是什么吧 接着 他开始询问身边人 关于伟森抢银行的事情 可其他人似乎对这件事都避而远之 除了那位阿姐寒情默默地看着他 好巧不巧 那三名劫匪也在酒吧里 而阿狼刚刚询问的那位男人 来到他们面前报信 带头的狼人科尔一眼望去 就认出了被他在银行恐吓过的阿狼 三人见状 直接上去围住了他 此时的阿狼还在和那位撩他的大紫聊天 转身就看到科尔挤 阿狼以为他是过来给线索的 可当他看到科尔显出原形时 才知道来人就是今天的劫匪 识相的阿狼为了不惹麻烦 赶紧解释自己只是来听八卦 并没有揭发几人的意思 但科尔几人并没有听进去 反而还想将他抱打一顿 阿狼广不敌众 只能奋力反抗 而酒吧外的阿强两人 看到酒吧的客人惊慌地往外跑 一下就猜到出事了 两人见状赶紧冲进酒吧 而劫匪中的蜥蜴怪小狗看到警察后 立马开溜抛下了科尔两人 制止了冲突后 阿狼悄悄告诉阿强 科尔他们就是劫匪 嫌疑人确认后 阿强并没有急着抓人 毕竟没有直接证据指向他们 为了帮阿狼解围 他假装查看几人的身份证 女狼人克利斯称 是阿狼摸了他 男友才和他打架的 听到这 阿强借颇下驴 表示如果这样的话 就要带他们回警局做笔物 科尔几人为了不引来麻烦 表示现场和解就行 就这样 他们顺利带走了阿狼 离开时 克利斯还挑逗性地聊了阿强一下 担心格林身份被他看出后打草惊蛇 阿强赶紧离开了现场 几人回到阿狼家后 他对前面阿强没有在现场抓捕劫 而闹起了情绪 阿强不断解释说抓人需要证据 虽然他们也知道劫匪的真命 然而 阿狼却劝他应该放下警察身份 以格林出面解决危机 毕竟这起事件传播面很大 阿强深知自己的责任 但越是这样 作为警察 他就必须按照规章办事 等阿强两人离开后 罗莎提议可以请伟森委员会出手 但阿狼思考片刻 还是选择相信阿强的办案能力 第二天 阿强两人查到了科尔的住址 来到门口后 发现是一个废弃已久的仓库 地上洒满了油漆 两人来到里面 突然看到一个流浪汉 慌张地从面前跑 等两人追上去询问时 才知道他是被科尔威胁过来看门的 阿强问他是不是两难应 流浪汉连忙点头 得知科尔每天都会过来一趟 两人心里都有个算盘 决定回警局布局行动 可就在他们回去的路上 科尔几人又开始抢劫了 他们这次更加猖狂 抢完钱离开时 还在大街上射杀了追赶他们的警 随后就来到仓库里把钱藏了起来 而他们藏钱时 科尔刚刚干掉警卫的事 让小哥很慌 他怒斥这一行为会让他们带来麻烦 但科尔依旧狂的不行 还安慰他不要担心 很快 阿强两人赶到事发现场 老吴说这次的劫匪还是同一手法 似乎已经拿捏了赚钱的密码 阿强看着地上的尸体不知如何是好 明明知道劫匪的身份 却没有证据抓他 而这件事也让伟森们坐立不安 他们来到罗沙的店里 想让他联系委员会出手 身为地区联系人的他 表示一定会给众人满意的答复 等在场的伟森离开后 他来到房间里和阿郎商量 还是决定联系委员会出马 毕竟事情已经闹到这地嘛 阿强一时半会也抓不到人 警局这边 队长也接到了各地区的案件 越来越多的伟森开始效仿科尔锦 献出原刑去商店林原购 为了控制事态 队长也将劫匪信息发给了委员会 委员会老大赶紧起身加班 梳理了事件过程后 意识到这已经接近失控 立马安排手下钱去处理 此时科尔等人看到自己的事迹上的新闻 内心很是激动 甚至还把自己当成了网络 很明显 他们已经把抢劫当成了乐趣 丝毫不在乎后果 而一旁的小哥也慌了 他本想低调做事高调花钱 现在却成了全民关注的对象 他表示这次分完钱自己就稀释无干 然而科尔却不打算让他下贼船 直接冲上去一顿猛揍 将他打倒后 为了封住他的嘴巴 决定将其咬死 而警局里阿强两人也查到了小哥的信息 科尔曾经和他是育友 于是两人根据小哥的家庭住址前去调查 可当他们来到目的地 只看到小哥的尸体 从他鞋底上的油漆痕迹来看 他们应该从仓库回来不久 于是阿强又转站前往仓库 然而他们刚靠近 科尔就听到了脚步声 没等阿强反应过来 一缩子弹就迎面飞来 好在阿强他们及时躲到了原体后面 科尔两人看不到 只能无脑清空弹夹 而阿强两人也趁机冲上去 与其近身对抗 阿伟抓住了克利斯 他刚显出原形就被阿伟一拳招待 而科尔也被阿强打倒在地 在阿强正义的铁拳猛击之下 科尔也看出了他是为格林 立马开始求饶 不得不说 他还真是个玩透规则人 可他现在笑得多开心 结局就有多惨痛 就在他们回到警局后 科尔依旧口出狂言 嘲讽阿强没有证据证明他抢银行 但话音刚落 混在人群里的枪手就冲了出来 两枪直接命中了劫匪两人的要害 阿强看向队长也明白了原因 最后 无论是韦森还是人类 一旦违反规则 必定有人会出来收拾 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好了 我是夜球 咱们下期见